4 回圈,帮我们把1加299 当然1加299,并不是说叫你用什么 像之前如果 我现在先执行给各位看 这个是 做完的程式 把它执行的话,在右边的话会出现什么 这个计算结果 这边有个4950,就帮我print出来 这个结果就秀在这边 那 可是问题要怎么样把1加299 当然不是说像之前用一个a的变数 a等于1,然后b等于2,然后c等于3,那不是一直到下面 可能z都还不够用,z到26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不是说你一直在 把变数放进去,然后再让它相加 而是应该什么,跑个回圈就对了 所以以后如果说你的需求是刚好有一个范围 那个范围的话刚好是1到99 那你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用4回圈了 OK,所以以后你看如果有范围,而且会重复的话 那你就记得用4,怎么去 操作这个回圈部分的话 首先第1个的话,我们来撰写 第1个的话 先给它一个变数,这个变数的名称也叫sum sum等于0,意思说将来我要加种的资料 都放在这个sum里面,那目前 一定是0 从0开始嘛,有点像你那个计算机要加的时候先归0 OK 那这个sum的名称当然你可以取别啦 叫total,叫其他也可以啦 叫ans也可以 名称的话这个可以自己取 这个就是一个变数 那它输入0的话,那因为0是一个整数 所以呢,它这个sum就是一个整数的变数 OK,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那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的范围,范围是1到99 所以你可以这样写4 4i i是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呢 就会自动去产生 那后面请你加一个范围 in range 后面空一个 这个 当然如果你不用range的话 你可能要这样打 1 0.2 0.3 0.4 0.5 一直0.下去 到99 但如果说 你要产生的是这样连续的资料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用一个函数叫range range意思是说,它会自动帮你产生 有点像esail你向下填满不就 到99 一样的道理 range有点像那个意思 那只是你的写法的话,特别之后 in range 这个range的话 瓜糊 你跟他讲说从哪个是开始 从哪个,从1开始 斗点 后面的话呢,我们要到99停下来 到99 记得啊,这后面记得把它输入100 100意思就是说,我们到100停下来 到100它不会帮你产生 所以意思就是帮你产生到99 OK,这个意思是这样 所以有的同学不太习惯 OK,那这个是规则 这也不能帮他改 因为以后的话 当然没办法 range就是这样 冒号 一样 跟if后面不是有个冒号 一样的道理 那意思是说后面要做什么 如果 所以他会把这个range 先帮你产生1 放哪里呢 放在i里面 所以这i他会先放1给他 然后下一个 这边放2 放3,一直放到99 到100就离开了 所以会产生到99 1 所以呢,意思是i里面的词 会从1到99里面做变化 OK,然后把enter一下 接下来的话你需要做什么 那我就在底下的动作做累加 那累加怎么写 特别是哦 累加的话就是把sum自己本身 等于什么呢 再把那个sum自己本身加上什么呢 sum加上i 这样ok的 加上i 不是加上i 加上i 那他就会怎么样呢 这个等号特别是 等号后面的东西 叙述方法跟以前的那个 你们学数学的概念不太一样 这个概念是什么 把后面的计算结果 放到前面去的意思 OK,所以这个叙述应该是 把后面的加总结果 放到前面去 OK 这个概念 对不对 因为这些同学很常 对这边很容易 就搞不清楚了 因为 你们 被以前的数学 这个有点干扰了 你这边 不是数学 这边是程式 所以这个等于的意思 是把后面的计算结果 放到前面的变数里面去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上目前等于0 然后i下等于1 就把0加上1的结果 放到i里面去 所以如果跑第一次的话 那sum里面会放多少 放1 那如果再跑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i等于2 所以2的话 sum目前等于1 1加上2之后的话 丢到前面去 sum等于多少 3 对OK 那因为sum是一个变数 所以变数的话 它会不断被盖过去 不断被盖过去 所以呢 再来3 那下一个 当i等于3的时候 sum也等于3嘛 所以3加3 那再丢过去 变6 有没有 就是这样的道理 应该可以懂吧 因为之前有同学 真的这边卡住很久 所以我特别讲一下 好 那所以 我们已经写完了 这样OK了 不过特别注意 除了这样的写法之外 以后你们也会看到 另外一种写法 叫sum 加 等于i的写法 这样的写法 跟刚刚的写法是一模一样的 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这样的写法比较精简 但问题是这种写法 比较容易 不知道在干什么 当然因为结果一样 所以你就记一种就好了 如果这个你对于 这种写法假设有点障碍的话 没关系你就记这种就好了 刚刚加等于 i那种写法是在java里面可以这样写 java OK 如果你有写过 那这种写法的话 在vba里面可以这样写 其实vba写的方法也差不多了 可以把后面东西 丢到前面去 好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需要做什么 把这个结果print 所以enter 特别说enter之后的话 请你 一定要把那个什么 这个 这个地方的那个 缩牌 请你把它back到前面去 千万注意 你不要在这边写print 因为如果你这边把它写print print什么 加总结果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把它串在一起 后面串一个 串一个sum 加什么 加sum 但问题特别注意 这个sum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int 它是一个整数 所以你如果跟前面的文字串在一起 的话 要做什么呢 转型吗 还记得吗 str 把那个什么呢 把sum转型之后再串接 否则的话会出错 但特别注意 有个地方要特别特别小心 这边一定要转型 转型之后再跟前面的字串 串接 好 这样的话呢基本上 就 大致上写完了 可是有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把print 放在for回圈的里面 是写这样 如果你要把print 放在外面的话 记得前面这个说法要拿掉 那你想说呢 如果没有拿掉跟拿掉有什么差别 我执行给各位看 如果你把他放在这个里面的话执行 你会发现 他会这样跑出什么 加种结果 先锈出第1个 先锈出第2个 第3个第4个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他放里面 他没跑一次 他就被执行一次 没跑一次就被执行一次 那如果你放外面的话 记得这个说法不要的话 这个就是放在 这个for回圈的外面 意思是说呢 当for回圈全部跑完之后 才会执行print OK 特别是说 缩牌也是城市的一个部分 如果 因为之前也蛮多同学 那个缩牌没注意 结果执行位置不对 最后结果就错误了 OK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缩牌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他只会跑一个 有没有加总结果 就4950就出来了 OK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有个变化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假如我希望 帮我分别累加 比如说1到99 的基数 加总多少 偶数 加总结果多少 分别累加 基数归基数 偶数归基 偶数 OK 基偶 那基数偶数怎么判断 很多方法 不过一般 最常见的就是用那个 求鱼数 有没有求鱼数还记得吧 一个百分比 有没有 在 我们前面有讲过的 算数运算值里面 加减乘除 有没有 然后除除 还有百分比 有没有 求鱼数 也就是说呢 当I那个值 除以多少 除以2 除以2之后的余数 如果为1的话 那就是基数 反之 那就是偶数 有没有证除吗 OK 那也就是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回圈里面 再加一个逻辑判断 一负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基数跟基数 偶数跟偶数的话 那其实可以做个变化 那只是说累加的话 目前只有一个 那你可以 再变什么 上a嘛 上a也许是什么 是基数好了 那上b的话呢 也许是 也许是什么 一个上a一个上b 比如说一个上a是基数 然后上b的话呢 那是偶数好了 假设 等于0 那这个地方的话可以怎么变化 可以在这边做一个enter 如果一负 一负什么 一负 I这个词 除以 这个多少 除以2之后的结果 等于 0的话 或者等于1 当然你看如果 特别说这个后面的等于记得要两个 等于等于 等于等于0的话 那表示什么 表示他是被整除的 那被整除的话 那干脆 应该不等于0算了 也可以写这样 不等于0 不等于0就是基数了OK 那我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那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什么 上a 有没有 加 i就对了 那反之的话呢 就else 反之 有没有 else 冒号 那底下的话 就是上b 有没有 就把它复制下来改 比较快 上b 有没有 所以有点像 如果你是基数就走这边 你是偶数就走这边 然后再分别 加种 然后最后的话print 我们就print了两个 一个是什么 加种结果 那一个是什么 基数 一个是偶数 基数 然后 一个是偶数 加种结果 然后这边的话呢 基数 偶数 然后底下的话 就是 OK 然后底下的话就偶数 然后就怎么样 把这个上 a跟上b 有没有 分别 做输出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 第一个 第一个也许 你们先把那个 1加到99做 练习 第二个的话呢 试试看 基数偶数 做不同的 加种 有没有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让我看起来 结果的话呢 有没有 基数加起来是 2500 偶数加起来是 2450 OK 里面应该是对的 OK 那逻辑最关键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if i 除以2之后的余数 不等于0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老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讲等于0 如果这边叫等于0的话 那你上a上b要颠倒 等于0就是 这个这个就是 上偶数的执行 这个就是基数两边颠倒 因为我 我也要顾虑到那个 那个流畅 OK 那我就讲 不等于 有没有 不等于0 那就是先基数再偶数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等于等于1 可不可以 应该也可以吧 除以2之后于1的话 对吧 那就基数 也可以啊 所以方法很多 有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想的 这个思考的 这个逻辑不同 写出来 程式也不会一样 那不会一样是对 是正常的 你不能说 你没有 你一定要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才算是给你分数 这样子 就不OK了吧 因为就等于是 写程式的话 变这样子 我觉得 被限制住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 把那个1加到99 先练习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参考答案 你们也可以参考 云端 白板上面的 第三个单元 第三个单元的 第一页 第一页的话就刚刚写的 这个是 1加到99 然后呢 再来就是计算那个 分别计算 基数跟偶数 的加总 在第2页 应该也在第1页的 第1页的地方 那我这边有方法 有两个 好 重磅 对 好 好 好 这底片 对